病床數沒有太大改變 今天就是在礦裡面 給大家提供 那料物的領用的部分 大概跟每一週的趨勢都差不多 星期二的這個數字通常 會比這個星期一來的高 因為是週末的效應 那星期三就會回穩一點 但目前每天的領用的總人份都還是在 9000多這個數字 那今天比較需要特別跟大家在做說明的 就是我們有在邊境 從這個 這個12號到14號之間 又在 檢出了有26例 這個在邊境這邊 從唾液的採檢驗出來的 Omicron BA.4跟BA.5 那這裡頭總共有新增的26例 所以加上我們星期一公佈的5例 累積目前是31例的這個新的 Omicron的這兩種變異株 那我們這邊是列出他這個來源國的這個分布 可以看到就是說 前三名是美國 德國跟西班牙 那也是跟這個目前國際上的疫情的 這個比較有在攀升的這些國家類似 目前來講 G4 5月南非的疫情之後 目前來講 歐洲大概看到比較明顯有 發生Omicron BA.5 疫情的就是以這個葡萄牙 為主 那另外在這個西歐的一些國家都有相關的 一些串身的情形 德國也是 所以目前來講 大概從歐洲跟美國入境的 旅客 會被驗出這個BA.4或BA.5的機會 比較高 不過也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 這次列出來的國家裡面也包括有 泰國跟韓國 所以目前來講可能就是說 不一定說只有這個歐美的部分 會驗出這個BA.4或BA.5 他還是有一個在向外擴散的一個狀況 不過目前來講 這些個案大概都是無症狀或 輕症的情形居多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這次有一個西班牙的 這個境外入的家庭群聚 三位都是從 西班牙一起入境的一家人 那三位都在機場這邊 脫衣採檢陽性之後 經過定序 確認是BA.5 那三位當中 其實只有一位的這個是 小孩的部分 一個 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有喉嚨痛的症狀 那另外這個爸爸媽媽的部分都是屬於無症狀的 這個感染 所以看起來他目前的症狀表現 跟先前的BA.1 BA.2比起來也是屬於這個 無症狀居多的一個情形 並沒有出現有相關這個重症率增加的 一個報導 所以這邊還是再度強調就是說這個BA.4 BA.5大概是未來一個月 而且國際上跟我們國內需要特別加強做 注意跟監測的這樣的一個新的 變異株 那同四五月 在南非引起第五波疫情之後呢 目前是往這個歐美在擴散 那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有 公佈超過四十個國家有檢出這樣的 BA.4 或BA.5的變異株 那特性就是說 他傳染力比這個 先前的BA.1或BA.2大概高兩到三成 左右 另外有這個 免疫逃脫的特性 所以有可能會導致 二度感染 或者是說有打滿這個疫苗的人呢 還是有可能在 產生那個突破性的感染 這些都是本來在Omicron就已知的一些 特徵 不過在這兩個新的Omicron的變異株呢 他又有比較高的一個傳染力 跟免疫逃脫的優勢 那但是好處 好在是說他目前在重症的 這個報導的部分呢 目前看起來並沒有增加 只是說傳染力提高的關係 比較容易導致說疫情在起 所以目前仍然需要嚴密的監測 那目前我們是 大概針對這個BA.4 BA.5的部分 會有兩大作為 一個是說針對這個邊境的部分呢 我們原來就在 機場港口有在施行這個定期的這個篩檢 的部分呢 我們會針對這個篩檢陽性的 這個工作人員的部分 再去評估他是不是在國內這邊感染的 機率是偏低的 那如果說他其實比較有可能是在路徑 這一端被國外旅客傳染到的話 我們會再做這個後續的一些定序 來研判說是不是有可能有 導致這個被傳染的這種可能性 另外的部分更重要是說在疫苗的接種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針對這個邊境的工作人員 也包含這個防疫旅館的工作人員呢 我們會提案到這個ACIP去討論 就是說是不是讓他們可以來符合接種 這個第四季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第二季追加季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這個近期就會提案到我們的ACIP去 請專家來討論 大概評估起來 這個邊境跟防疫旅館的工作人員 大部分都是在12月或1月的時候 完成第三季的接種 所以如果已經隔5個月以上 也經過我們ACIP委員如果同意的話呢 應該是6月份以上 就可以開始接種第二季的這個追加季 好 那針對今天上路的3加4的這個新方案 今天預估是會有這個四百 四千五百位的入境旅客 那在早上第一批大概已經有980多位已經順利的完成入境 在這個最清晨的這段期間 早上淘機這邊也有做一些說明 那針對這個大家在目前針對3加4唱提到的一些詢問 我們整理了幾個QA 來跟大家做說明 大概今天也會把整個完整的這個QA 來上網之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第一題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要在同一個地點 如果要換那個 要換地點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張再說明 如果同一個地點 然後呢 在這個四天的自主防疫期間呢 是不是家人可以回來這個地方 共同居住 那我們的答案是不可以 因為目前來講 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B.A.4 B.A.5 目前在國內也有造成一個境外入的家庭群聚 事實上家人還是很容易會被交叉傳的一個風險的來源 所以為了保護家人的健康 我們是不允許說一人一戶的原則之下 有這個本來在國內居住的家人 可以回到這個住所來一起同住 所以這部分來講並沒有放寬 好 第二題是跟親友接送有關 所以有民眾詢問的是說 親友開放可以用車輛來接送 是不是需要提出申請 那我們的答案是說 請這個 旅客在入境檢疫申報說要勾選這個是由 親友或者是由這個公司或 機關團體的車輛來接送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再另外提出申請 那抵達這個現場的時候還是要配合各機場 的一些交通動線規劃來辦理 另外是這個最常被問到就是說前三跟 後四想要更換地點 那是不是這個可以 需要 需要完成什麼樣的申請的程序 那最常據到情境就是說希望前三天在 防疫旅館 但是後四天可以回家去一人一戶 那我們重申就是說我們還是希望說 這三加四都是以同一個地點 為全程檢疫的一個原則 不過如果確實有必要提出申請來修 修改或更換這個前三跟後四的地點的話 那他要向這個自主防疫所在的地方政府 來提出申請 這特別強調是自主防疫所在地 因為有人可能是在比如說台北市的防疫旅館裡面 做前三天的檢疫 那後四天要回到新北市的住處去 這樣的話他需要跟新北市 因為他是後四天的所在地 要跟後四天的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來提出申請 而不是跟這個防疫旅館所在 因為後四天會由這個新北市 來管理 那後四天的部分 也有這個他 這個民政單位需要去做這個現場的 防查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需要跟所在地的這個地方政府 來提出申請 那經過這個地方政府同意之後呢 那會請這個民眾要簽一個異動的聲明書 上面也會有一些關於切解的一些事項 那就可以完成這個申請跟 變更地點 另外為了減少這個一直變 頻繁變更對於地方政府 帶來這個行政作業上的困擾 也增加這個管理上的一些漏洞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是只讓這個只允許就是說地點更換 是以一次為限 不可以更換第二次 另外也常常被問到就是說 後四天的自主防疫 所謂的必要外出到底是哪一些算是必要 那這邊我們在講的更詳細一點 就是說是以工作採買生活必需品 或者是屬於進行商務履業的這個 範疇內的上班參訪演講開會 才可以外出 而且還是要避免出入人潮擁擠場所 或者是跟不特定對象的接觸 而且必須要全程佩戴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等等 最後一題就是說 有人問說 如果這個 從防疫旅館的後四天 因為是可以允許篩印之後 外出必要的一些外出 如果說這個徹業未歸或者是失聯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一些檢舉 或者是發責 那這邊我們的答案就是說 入住防疫旅館的自主防疫的對象 如果外發生外出未歸的情形的時候 那防疫旅館的業者 要在這個隔日後來通報隔日上午要趕快 來通報這個地方政府 來進行相關的一些採處 那地方政府接到這樣的這個通報 跟檢舉之後會連續這位民眾 確認說他是不是確實有外出 違規 違反這個自主防疫的規則 如果有的話 我們會依照傳避防治法第69條 來進行採法